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山 疫情三年呢 给我们老百姓的生活 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影响 无论大小吧,反正都会有一些影响 甚至呢,把我们一些 生活习惯都给改变了 更甚至 把我们的心理状态 也改变了,我们的心态 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有些朋友说呢,没有啊 我觉得我心态没发生那么变化呀 和以前一样啊,那你是没有 没有感觉到,因为这种变化 是悄无声息的 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变化 有朋友说,有那么严重吗? 我发生变化了吗? 我给你说一说啊,你看看 这三年的发生 你的心态有没有发生变化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好不好 那我给你说一说啊 咱先说一说,第一年 疫情突然袭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朋友的感觉什么 震惊,昏惯 什么情况啊 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呢? 但是呢,大家很快就镇定了下来 因为什么?大家一看,没问题 短暂的,很快就会给他消灭掉 啊,没有事儿 那这儿啊,很多城市啊 也选择了静默或者什么不聚会啊 各种各样的要求 而且正好赶上了春节 那个时候你看看,大家好像并不焦虑和烦心 面对轻如情来的这样的放松 反而很多人有一点小窃喜 啊,梦想了多年的生活 终于达到了 以前呢,总是有这种想法 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要求 工作啊,各种各样的事情 总是下定不了决心干这样的事儿 这回可行了啊 自己想象的生活实现了 哥家想几点睡几点睡 想几点醒几点醒 醒了就吃 玩游戏 追剧 哎呀,要多放松有多放松啊 啊,那一段时间你看看大家好像表现得很欢乐的样子 要找出各种各样新奇的事情来做 炸油条的 弄烧烤的 啊,做蛋糕的 我记得那段西东电饭锅做蛋糕 啊,做凉皮的 大家都晒啊,各种情况 赶上厨艺大比拼了 啊,乐在其中是吧 还有呢,大家锻炼的 啊,打羽毛球的 各家里整个桌子打平方球的 各种娱乐活动吧 啊,感觉 哎,一看大家 哎呀,你看人家都会玩 你看人家都会玩 还挺像 然后喊口号的 唱国歌的 某某加油 是吧,热血沸腾 就来从来不发朋友圈的老树 那这都发了一个 为悲不敢忘谷幽国 愿三合无恙 是不是 哎呀,反正呢 都是感觉还不错 而且呢 很多夫妻之间感情也得到了升华 啊,平常啊 各忙各的 可能 各家说不了几句话 这这行了 你也出不出各家就聊天了啊啊啊 哎呀,感情突然得到了升华啊 你说升华了怎么办吧 要个宝贝吧 啊,年轻人要个宝贝 你要说岁数大点呢 咱要个二胎吧 当然,有特意要的 也有意外发生的 是不是 哎,这样时候 这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 虽然这种意外让我们生活停了下来 但是这种意外或许给你的生活一些想象不到的小惊喜 是不是 这是当时大家的心态 好了 时光转过来 到了第二年 又来了 大家多少有点焦虑了 多少有点迷茫了 心里就在想 哎哟,你个小义情 你还挺坚强 你还挺扛打 你还没服 你还没完没了了 这个时候啊 有点难熬了 有点烦躁了 但是呢 大部分朋友还会自己宽慰自己的 为什么 你仔细一下 会过去的 马刚就过去了 看,现在已经好这么多了 没事 我们坚强一点 坚强面对这个事情 是不是 现在虽然有点各种各样的难点 咬咬牙 咱们挺过去也就是了 啊 这这没问题 挺赢 这时候大家怎么办呢 那就得把去年的那些技能都拿出来吧 啊 还是我说那话 什么 做面包啊 做蛋糕啊 整烧烤啊 茶油条啊 但是你发现 少了 大家也不比拼了 因为感觉少了去年那个乐趣 啊 没有头一年那个乐趣了 大家也没人晒个家打羽毛球了 也没人各家打乒乓球了 喊口号的也少了 唱歌歌的也少了 某某家油这种话也少了 是不 大家好像有点沉默了 那就是我刚才说了 升华的夫妻关系 好像也不那么和谐了 这怎么着 老也不在一起 哎 冷静夫妻家的味道 哎 挺和谐 那这这时间长了 老在一起 操作有点反向了 有点难受了 哎呀 开始互相觉得不满意了 开始不和谐了 最主要心情也有点不好了 啊 这点就想了广阔天地了 啊 想了撤水马龙了 是吧 哎呀 我多少时间没逛傻场了 我多少时间没去公园了 我多少时间没旅游了 哎 这一阵的心态开始有焦虑了 你看 这是不是心态的变化 好了 第三点 又来 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有点蒙圈了 啊 都有点疯了吧 啊 这什么情况 啊 我记得有个电影啊 叫疯狂外星人啊 黄伯李在里头一句话 又来了 你这没完没了了 怎么没完没了了 那是吧 他说原话大概就这意思啊 给我的感觉就是 这就面对大家就是 怎么又来了 没完没了了啊 这个时候大家就想的多了 啊 你看有孩子的 哎呦我天呐 孩子这几年学上的那是个稀碎啊 啊 这几年学上的啊 在一个孩子生活里什么 你看什么运动会啊 春游秋游的 基本上都没了 那么家里的孩子如果是初高中的家长 那心里更是抓心头干的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这孩子耽误多少啊 啊 咱再说说大学生 本来大学生活大多数都朋友都知道 那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事情 最值得怀念的一段生活 多好啊 无论你是恋爱呀 无论你是玩呀 无论你是怎么样 都好啊 可是呢 很多大学生这几年啊 大学都快毕业了 大学生活我也没想象的到 啊 没有承受到 太 这大学的记忆几乎就没有了 等到他们成年了以后 想到了大学的就是 大学只有疫情 是吧 要不就封闭 你看看是不是那样 啊 你到那个一个城市上大学 最起码这几年 你在那个城市非常熟了 所有的景色说什么 可是呢 很多大学生在这里几年 对这个城市都还没了解 啊 那么这是那些人 那么那成年人想的是什么呢 我房贷咋办呢 啊 这都三年了 我吃喝咋办呢 我钱咋挣呢 啊 这可咋办呢 你看一看啊 第三年的情况下 你看看 还有在朋友圈咋满花的吗 还有朋友圈在用 用电饭锅蒸蛋糕的吗 还有在朋友圈什么弄上烤 什么做凉皮厨艺大赛的吗 还有没有在朋友圈 整的我个家 大羽毛球大 我个家 大羽毛球大 还有干这样的事 基本上都没有了 啊 基本上 现在根本就 你现在也没人看了 也没人想了 都觉得 这个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时候能归去啊 哎呦 心里开始焦糟了 心思开始烦了 心思开始不满意了 是不是 尤其看着工作啊 你要是被失业的还好 失业的工作不好找 这做小生意的怎么做啊 天天慢慢 天天什么面临着什么绿码啊 什么行程码啊 什么 那个核酸检测啊 各种各样的防疫规定啊 哎呀 身心疲惫 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看 大多数朋友都这样 啊 哎呀 只能叹一口气啊 哎 但是也别说啊 看了看叹了口气啊 一回头 很多人一回头看 也别说这三年没收获 有什么收获 孩子三岁了 为什么孩子三岁了 头一年的时候 大家俩口都这样 没事 要个孩子吗 要个二胎吗 这个孩子长大了 你看 哎呦 这三年唯一的收获 就是孩子长大 哎呀 也挺有意思 是吧 要不可能就没有这个小生命了 我告诉你 你不信你去想 有很多这个三岁的小生命 当时要没有疫情 这个世界 你就来不了 所以对你们来说 你们还得感谢呢 啊 好了 咱们也别说了 现在我们的心情 只能是什么 盼望着加油吧 盼望着疫情早点过去吧 看上真的是 哎呀 我们实在不想说 再享受那个四年五年 甚至在往后那个心态的变化 生活的变化了 我们真的就想三合五样 回归三年前 那种平淡的生活 那种车水马龙的 这院去哪去哪 那种以前都觉得没什么的生活 是不 现在是不大家都想 回去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 看大山 想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